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湾过来的Sharon 我的名字叫Sharon 我来自于台湾台北市 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个地方认识大家 我今天我会来到Golden Lee老师这里学花艺 是因为说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网路上看到Golden Lee老师他的作品 那我也在这过程之中 不断的寻找别的老师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Golden Lee老师他的作品是我所要的 所以我就展开了我21天的学习计划 来到了香港 那在这21天的计划当中呢 我所学到的是非常有系统的一整套的理论 比如说 例如说这是马提兰 这个马提兰如果在一个完全没有学习花艺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有所谓的角度 可是如果来上过Golden Lee老师他的理论 你就知道说这个马提兰他其实他是有他花的面的 那这21天的学习我觉得针对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来讲 他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他会问说难道这21天你真的可以学习成功吗 你真的可以学习到你所要的东西吗 我的答案是是的 因为你对自己要有窒息 再来就是说老师会因为个人不同的资质 然后做因材施角 也就是说每位学员他不用担心说 这21天密集的训练 你不能达到说你的学习效果 这一点是不用担心 就我自己个人的体悟 我觉得这21天来讲我非常非常的稀 我刚来的时候也许我会有质疑说我真的能吸收吗 但是这21天下来我确实我做到了 从一个完全不知道花蜜的我到现在 我可以做出我自己的作品 那我对我未来的期许呢 我希望我能将郭德尼老师他的理念 还有他的想法还有他的创作 我能好好地学习 然后带回台湾 教台湾的每位朋友 甚至说我可以把郭德尼老师 他的想法给发扬光大 在这21天的学习当中呢 我所学到的是一整套的系统 例如说有花球设计 婚礼的包装 还有商业设计 还有花艺设计 这过程之中呢 还有一些理论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花蜜的时候 他会有所谓的巴振 那很多他并没有去学正统的 一个有系统的理论来讲 他可能花蜜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你这个花要如何地去买 但是在郭德尼老师他的指导之下 他会教你巴振图 那由一个初学者来讲 他是很容易地上手的 再来呢 他会有所谓的一型六变 那这六变来讲的话 就是由直线条跟横线条 各演变出十二个方式 那在由这些方式里面 再去区分为六个演变 那这些东西也许 在于一个初学者来讲 听起来会觉得他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在这二十一天当中 是有系统的学习 所以学习下来他并不困难 针对这些课程里面来讲 我也很幸运地就是接触到 郭德尼老师这边的插花示范 他是属于比较专业性的 就是郭德尼老师这边的插花兴趣班 那兴趣班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学员 是没有任何的插花笔字 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那每个学员也是很快乐地 在这一堂课里面学习到 一个很有系统 甚至说很简单又很容易上手的花艺 还有我们也到了校外教学 就是到学校里面去 去做插花示范 去教学校里面的学生 还有学生的妈妈 去做母亲节的插花示范 做母亲节的插花 里面的学生 去讲一讲 有绵的花园 就是博家里面的孔梦 我们总共的心 do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